你喜歡吃東西嗎? 有些人覺得吃是人生中最快樂的事? 那你可知道貪吃也是一種罪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貪吃之罪》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你今天吃的熱量又爆表了嗎? 你曾經為了鮭魚免費吃到飽,而把名字改成鮭魚嗎? 還是你每天下午一定都要喝個手藥杯呢? 嗶嗶嗶,你們都犯了這個貪食之罪 什麼?連貪食都有罪嗎? 我知道有人可能會說 欸志祺,你不要自己不吃海鮮,就在那邊酸別人 但今天呢,我們真的要認真地跟大家介紹一下 七宗罪裡面的這個貪食罪,到底是什麼? 不過,在開始之前 我們還是要先來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最近志祺七七團隊正在招募厲害的新夥伴 我們想要徵求一位全職的影片內容企劃 跟幾名特約作者 如果你是應徵全職的影片內容企劃 你會加入團隊,跟我們一起追時事 聊議題、寫腳本、發想節目的企劃 迎接各種經營頻道會遇到的挑戰 那我們除了會提供4到5萬元的薪資之外 每個月底的週五,公司還會多給一天放假 那如果你應徵的是特約作者 你將會成為定期提供我們稿件的合作夥伴 並透過遠端協作的方式 跟團隊一起撰寫志祺七七的影片腳本 那不管你是擅長觀察社會現象、社群時事 分析新聞議題,或是專精哲學、社會學 心理學、政治、法律、商業、科技等任何一個領域 只要你很能寫、很會搜集資料、邏輯清晰、具備獨到的觀點 樂於溝通,還能夠把複雜的東西簡單說清楚 那你就是我們要找的人才 那當然,如果你已經有文字、影音的創作 或是節目頻道經營的相關經驗,那就更棒了 如果你認同志祺七七頻道的理念 也想加入我們的行列,那就趕快上我們的官網去看看職缺內容吧! 貪吃是人類的本性,那人類可以有多貪吃呢? 傳聞古羅馬時代的宴會、佳餚、美酒擺的滿滿一桌 參與的賓客吃飽之後,為了繼續吃更多 會拿羽毛出來騷喉嚨吹吐 吐出來之後,又有更多空間可以繼續吃喝 嗯…在那個年代,可能還沒有流行吃播傳斗內的形式 所以我們這邊就推估 可能真的是因為食物太好吃 但就算義大利的食物再美味 吃成這個樣子還是滿誇張的 說是貪吃的極致表現,應該也不為過 而至於中世紀的歐洲民眾 因為現實生活比較困苦、簡卜 所以會透過一些幻想,來讓自己感覺過好一點點 那從各國詩人所描述的《極樂世界叙事詩》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這個區垢的極樂世界當中 有各種人類對於吃的怪誕想像 比如說,每天都有吃不完、喝不盡的美酒鮮肉 不用辛苦工作,每天只要躺著吃,吃飽了就睡 而更奇幻的是,還會有自動長出各種菜肴的樹 地上會冒出乳酪、蛋糕 還有天上下的雨都變成布丁、雪、糖作等等 除了一般民眾以外,在齋戒前後的天主教修士們 也是竭盡所能的享受美食加油 他們會精心鑽研製作麵包、乳酪的技術 在宴會上面,有時候還會大吃天鵝、孔雀 以及各式各樣的糕點與水果 那就算齋戒期不能吃家畜類的肉 他們也會想辦法變出各式各樣精緻的魚肉料理 或是把肉藏在麵糰底下做成餃子 號稱這樣,上帝就看不到! 好的,那我們知道大家都貪吃 但為什麼貪吃要這麼偷偷摸摸,還要努力找藉口呢? 這是因為,以前貪吃常常被視為是一種罪惡的行為 以前的歐洲神學家認為 貪食代表無法控制自己不夠理性 而這個不理性會造成社會上的失序 西元365年,艾瓦格修士制定了八大罪 分別是 貪食、色慾、貪婪、憂鬱、憤怒、懶惰、虛榮與驕傲 他告誡其他修士,要遠離這些讓人墮落的罪惡 那你注意到了嗎? 當時貪吃位於八大罪之首,可說是罪孽非常深重 到了六世紀末,教宗聖而我略一世 把八宗罪調整成七宗罪 按照虛榮、嫉妒、憤怒、憂鬱、貪婪、貪食與色慾的順序排列 到了十三世紀時,貪吃從第六順位 被往前調整成第五順位,從此沿用至今 那至於怎樣就會構成有罪的貪食呢? 你只要 一、在正餐之外的時間吃東西,或是提前吃飯 二、攝取超過生理所需要的份量 三、料理的方式過於精緻 四、食材過度昂貴跟稀罕,就會觸犯貪食之罪 而神學家們譴責貪食,其實也是擔心貪吃之後的結果 例如酒足飯飽之後,人可能會出現一些不正經的嬉笑、感官退化 性欲抗憤等等 而聖兒我略儀師就指出,由於腹部位於生殖器官的上方 所以當腹部塞滿食物的時候,性器官就會緣起滿滿 而為了避免這個所謂的情欲流動,應該要避免貪食 只吃基本的粗茶淡飯,不會餓死就好 而此外,當時的教會認為,嘴巴是身體的門戶 很容易讓惡魔侵襲,所以吃飯的時候最好安靜,不要講話 不只是天主教會透過七宗罪,去讓信徒知道貪吃有罪 基督教的《聖經》《箴言23章》第二節也清楚的明示 你若是貪食的,就當拿刀放在喉嚨上 意思就是跟你說,注意不要吃太多,不然會被殺掉的 而佛教也反對追求會讓人產生貪的事物 雖然貪吃不至於被定罪,但會讓人產生煩惱,應該要避免 而吃東西的目的,應該就是維持身體健康與運作而已 還有像是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也都反對過度飲食 尤其是不可暴飲暴食 在宗教之外,中文用詞《老饕》也曾經還有貶義 老饕一詞源自於滔舔,這是一種傳說中只有一顆頭的野獸 這個字念刻伊耶鐵四聲鐵 常常會被刻在古代的鐘鼎等器皿上面 而它的性情凶惡,而且貪吃 後來滔舔就被用來形容是貪吃或貪心的人 例如《史記、五帝本記》裡面記載 靖雲氏有一個不孝子,不但愛吃又貪財 因此大家就叫他貪甜 由此可知,其實在以前的人類文化中 貪吃這些事情真的不是很受歡迎 而且甚至還會遭到懲罰 警告世人不能貪吃的預言 最著名最早的其中一個,相信應該很多人都有聽過 那就是夏娃 當年他們因為貪吃受不了誘惑 吃了伊甸園裡面的金蘋果,而被神懲罰趕出伊甸園 這個預言告誡世人說,食物與餓的距離其實很近 而在中世紀時,貪吃被認為是各種疾病的源頭 像是發燒、昏睡、嘔吐、甚至是癱瘓不孕或死亡 諸多恐怖的後果足以嚇阻信徒不再在大吃大喝 那一些宗教建築的壁畫等畫作中 也會畫出一些犯了貪食之罪的人 在地獄裡面受到的各種懲罰 像是處罰他們坐在白滿美味食物的桌前 只能看不能吃,而唯一能吃的就是惡魔的大便 那有時候貪食者也會被魔鬼直接吃掉 或是丟到鍋子裡面煮 諸多的慘狀就是為了要教育世人,節制飲食,不要貪醉 而貪吃除了被認為會害身體生病下地獄之外 也是當時人類的道德枷鎖 這在女性身上可能還更明顯 中世紀末有一些教導如何成為良家婦女的手冊 時常會提到,女性面對美食要學會自治 不可以大吃打喝 就算男人在旁邊飲酒作樂 品德高尚的女性還是要安靜地坐在旁邊 那如果女性太貪吃,可能會被認為是淫蕩的表現 而有些修飾甚至批評 女性如果不懂自治,老愛吃甜食,會害丈夫破產 好的,那雖然貪吃看起來罪大惡極 會被罵、被譴責、變胖 但為什麼包含宗教人士,還是有很多人無法抵擋口腹之餘呢? 答案就是我們很常講的生物本能 漢吃其實是所有動物與生俱來的求生本能 有養寵物的人可能會發現 如果你不特別控制份量 你的寵物很有可能就會一直吃一直吃 渴望得到它實際上根本不需要那麼多的營養 這是因為在自然野外的生物環境下 食物資源並沒有豐富到能讓動物吃到過胖 所以動物的本能就會驅使牠們在得到獵物之後 就要把握機會吃乾淨 畢竟牠並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吃到下一餐 那以人類來講,雖然我們的社會環境已經改變很多 食物也不像時間時代那麼的匱乏 但人類的身體機制還是停留在以前 所以基本上我們跟動物還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假設人類吃東西完全不會受到譴責、變胖 然後眼前又有吃不完的食物 那幾乎所有人都會在生理機能的驅使下,吃到過量 更不妙的是,這個原本是要保護人體免於哀餓的自然保護機制 在現代社會卻反而更容易害到自己 因為你的身體不只非常怕餓、看到東西就要吃 而且還會特別難以抗拒高油、高糖跟高熱量的食物 這種對健康有害的食物吃下滅之後 抗飢餓的時間可以拉得比較長 所以在生理上面,我們自然會選擇這種 吃了感覺比較不容易餓死的食物 此外,這些食物也能夠刺激腦中的多巴胺回饋系統 讓人覺得愉悅,甚至出現一些成癮的感覺 那話說回來,雖然我們剛剛說到 以前貪吃這件事看起來最大惡極 但這些觀念後來也漸漸沒落了 18世紀,教會開始認可吃東西可以得到樂趣 減少批評貪食的行為,將貪食給除罪化 那到了食物充足的現代社會 貪吃這件事不僅逐漸跟不道德、罪惡脫鉤 甚至還被商業化、娛樂化、甚至是藝術化 各種餐飲業蓬勃發展、評價的夜市小吃 奢華的海陸美食、外食商機也越來越大 在餐飲業本身之外 愛吃東西的人也可以當食品家 開設部落格、當網紅賺錢 那各類美食或是烹飪節目也越來越盛行 更進階的可能還有鼓勵大家盡可能多吃的大胃網比賽 也就是說,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會特別去批判吃的這件事 吃已經不是醉了,很會吃 甚至被視為一種了不起的才華 幾乎所有人都認同,吃東西是快樂的、療癒的 有社交作用的 甚至也能為這個社會帶來更多娛樂和產值 雖然在現代社會當中 貪吃已經不太會被認為是一個嚴重的罪惡 但事情其實也不是完全都那麼美好 2019年台灣電影《大餓》裡面 講的就是一個跟吃以及減肥有關的故事 劇中的女主角因為體態肥胖 在生活當中,時常遭受到許多不友善的眼光 最經典的就是那句,你把自己吃成這個樣子 甚至連他在遭到性騷擾的時候 也因為身材的關係,被人質疑是在幻想 這些真實到讓人心痛的情節 點出了一些現代社會常見的現象 例如只要身材比較圓,就會被貼上貪吃的標籤 當一個人的身材不夠好的時候 可能會被認為不自律、不夠努力 在很多方面都會遭到更多更嚴格的檢視 對於肥胖者來說 這些壓力幾乎是每天每刻的日常 在強大的輿論之下,他們很難保持自信 於是有些人就會用非常痛苦的方式來減肥 或是想辦法克服自己的口腹之欲 而有些吃播主,即使原本身材很纖細 為了不要變胖,甚至會在鏡頭外嘴吐 但在種種的壓力之下 有些人可能會因此罹患憂鬱症、厭食症、飲食失調症等等 而這些狀況,在年輕女性身上尤其常見 到了21世紀,男性也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以某種程度來看 這些輿論壓力,其實也是貪吃罪的另一種呈現 那麼覺得,過量的飲食或是過高的體重 對健康確實是滿有害的 但一個人的身材如何,也未必就能跟貪吃劃上等好 這有時候可能是體質的問題 更不用說,愛吃本來就是人之常情 所以希望大家不管是什麼樣的身材 都能夠健康自信的生活 對其他人有更多的同理性 好的,那最後我們要來問大家的是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七宗罪裡面的貪食是什麼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辛苦的大王吃播》 以及《米其林指南》的相關介紹影片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